我们前面就讲到了绘图里面的直线 水平线到分角线 经济线这些都讲过了 然后还有就是圆弧里面的这些功能 再有就是我们这里修程里面的导演角 修剪延伸打斗 这些功能还有连接 再也就转换你们的进射旋转 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将我们这个平移功能 把它讲一下这平移功能 还有这单体捕证串链补正这些功能 再另外的话就是将我们这里前面的那些 好像绘图里面的矩形啊 还有下页当中的导角啊 这些都把它讲一下 好 那我们来 绘图 我们先来讲我们的这里的矩形 绘图矩形 把这矩形讲一下 好 绘图矩形 矩形的话有一点和两点 那一点的话是哪个唯一点啊 这就是这点的位置 那就有点 好 这里也可以任意选择这些点的位置 就是一个矩形当中 每个边的三个 一个两个端点 一个中点 都可以作为我们方置点的位置 好 这是中心点 整个的中心点 好 确定 然后按一下F9 你可以放到我们这圆点上去 你看是不是 这几形 那一点如果选择这点 那它的方置点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如果选择一点为这点 你看 这就方置点 好 那这就一点点的位置 好 还有就是两点 几形 两点 对角拉 这样就两点是不是 也可以输入坐标 第一点 S是多少 50 Y50 第二点 S-50 Y-50 好 你看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我们画出这个 几形啊 画出这个几形 好 那这就是一点和两点 那跟着几形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选项 好 选项里面有 普通的几形 还有践形槽 这两端 倒一个半圆 然后低形 双低形 还有椭圆形 这些形式 好 那如果我们 用践形槽 确定 画的那个一点 是100 乘以30 你看 我们画到这里 它两边 自动会倒一个半圆去 这就是双低形 好 践形槽 那然后低形 低形的话 你看一点 它是自动就这样的形成一个低字形的形状 双低形的话就是两边 双低形更改为两边 好 你看 就是两头 是不是 好 就是双低形 然后还有就是椭圆形 那椭圆形的话 你看 然后这里角度增量的话 直接按默认回车就可以了 好 你看这个椭圆形出来 好 那还有就是其他选项里面 普通 那这有一个角落导圆角 就这个四个角 就整体导一个圆角 导多少的 好 好像五公里的 切定 然后我们画到这里的水 它四个角 所以都导了一个二了五的圆角 好 这就角落导圆角 还有其他旋转 如果我需要的画的 几行是不规则的 就是不是水平放的 我们要需要旋转一个四十五度 那你确定以后 然后再来画的时候 你看它就旋转四十五度啊 这是角度 好 再有就是选上这里 如果是说我们要产生一个曲面 就是说在几行内部 产生一个曲面 那曲面的这有形式 NURBS和参数式 那你给两个人一写 好 确定 然后选择 那你看 这是产生曲面啊 然后用这彩线的方式 然后做 确定 就看见到有颜色了 一个曲面了 虽然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里的那个矩形 好 那矩形的话 讲了矩形的话 我们将那个 继续来将我们这个 导一个导角 导角 讲这个导角 那导角的话有什么 有单一距离导角 不同距离导角 还有距离角度导角 那如果是单一距离的话 我们这个两边都是相同的大小 相同大小 不同距离的话就是有一个一 有一个二 那就可以设置不同的大小 距离角度 这边 就距离一不变 然后 用一个角度来控制距离二 那就有这个角度 好 那先来看单一距离 导一个十公里的 好 切定 然后选择这两边 你看这去导上一个导角 好 那如果明显的导角的时候 选择不同距离 那就距离一为二十 距离二为五公里 那哪个为距离一啊 哪个为距离二啊 那就要看我们点的时候 你看 这也是距离一二十 我们点的时候 如果先点这个 那他这一个就是距离一 后点这一个的就是距离二 是不是 这就距离一 好 那如果选择 你看你先点这个 再点这个 那这个就是距离一 是不是 就没有说是垂直的是距离一 还是水平的距离一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导角 那还有距离角度 那距离角度的话 我们这里如果是十 确定 那四十五度是相等的 是不是 相等的 那如果我们改一个角度 三十度 好 那这也是距离十 你看 他另外一边是不是用三十度的角度来控制它 控制这个距离 好 那这就是导角不方便 好 好 那我们讲了这些以后 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讲 转换里面的平移功能 平移功能 好 平移功能的话 我们就要将来随便画一些图形了 随便画一些图形 绘读 然后圆谷 好 好 我们随便画一个圆签 将它修整一下 好 再将它延长一点 因为这边不够长的话 它就会形成 以这边为准 是不是 然后现在再来修整的话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这个图形 我们需要将它平移过来这一边 那平移多少 好 你测量一下 大概测量一下 两点间距 这个点到这里是多少 好 大概一百二十 如果我们要平移一百二十 过来 那这个方向就是什么方向 水平方向 好 水平方向就是S方向了 是不是 转换 平移 然后选择这个转连 执行 然后再执行 我们这平移的话有四个方式 四个方式 一 就是直角坐标 二 极坐标 三 两点间 四 是两四角间 那极坐直角坐标的话 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个平移向量 向量就是方向和那个距离 好 那方向是哪个方向 S方向 距离是多少 一百二十是不是 然后选择复制 那你看 就平移过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方向和那个量 好 那如果我们平移的时候 往下平移 直行 Y 那这也是Y方向就是人 负多少 往下是负的 往下是负的 往上是正的嘛 负多少 负八十好了 按回车复制 你看 是平移下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方向的话 有三个方向 S方向 Y方向 还有一个 你接触方向是人 你接触方向的话 我们是输入 你接触多少 正的六十 好 按回车 复制 但是平移以后 但是平移以后是没有是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看不到 那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一个 一目视角的动态旋转 一目视角的动态旋转 将点击这个图形 将转一下 所以看得到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距离啊 接触方向跟着这个轴 因为我们在辅助当中 这接触是一个点数人 接触是一个点 这是S轴嘛 这Y轴 然后接触是一个点 只要当它旋转一下 将这图形旋转一下 那我们这三个轴就形成一个立体方向 就看得到我们这接触了 虽然也就看得到我们这平移的那个相量了 好 那这就平移 好那平移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 我们把这删除掉 辅助图 那转换平移 显得这个 直行 那还有就是极坐标 极坐标的话就是用一个角度来控制 那刚才我们是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是多少度啊 0度 是不是 那我们用极坐标 距离120 然后多少度啊 0度 那是跟刚才是一样的道理啊 好 但是如果要平移一个角度的话 好像45度方向 120 啊 我们用的是那个 呃 平移 直行 极坐标 120度 120 的距离 然后角度是40度 45度 按回车 然后复制 你看 是按45度方向平移的120的距离啊 那这就是极坐标 好 那平移还有就是两点间 两点间就是从这点 拉到这个点 它就会从这里拉过来 虽然 然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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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